我之前呢 我之前就去看 廳旬以外賓 看左描手 很帥 繁花花花 再來就是 我那時候看客家的歌 其實沒有了 那開始之前呢 啊~~~ 那首歌 又又去高邊 我會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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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多久我看起來 -我就是覺得說其實 -我聽說這個 唱歌是很有情感的 -就是每一次 -你就會每一次 -每一次的 自助配合 -你會這樣快好多 -林船大哥 -歌手 -其實是比他引氣 給我留下更新的 -你們聽不懂是有個人嗎 -整個人是有個人的 - agency,兩個人是有個人的 -就是這個長者 -就這個長者 -哈哈哈 -我真的還敢 开始处理这个方式 啊 所以我问你哦 那我一个一个问你 来 你开始的时候是想打了什么 其实我是先参加歌唱比赛 参加的歌唱比赛之后才有机会接触到每一天 啊啊 但是你的梦想是9首吗 1000啦 然后想到的时候你就觉得 先打歌手就真的很难哦 信奥坡我觉得市场太小了 嗯 哇 两个优秀 我觉得好 在那个园舞还是可以接触到这个位 然后偶尔也有唱歌的机会 哎呀 所以你们的女人都是什么机会最好的 我这些机会可能算是一个机缘巧合之下啦 就是很多人当兵可能他们去做不一样的东西 是去做感来生去做commando啦 但是我的5K生当时我就进入了群结电台 所以在居心里面我晚上都会播电台的节目 然后我主持的节目就是让他们的妈妈们啊 女朋友啊可以打电话 进来结合给你这个机会 可以打电话 而且他们有安兵的可以吃饼也是我 就觉得我的这个工作没有意义 你让我想问我呢 哎 你们先是一起吗 对啊 不是说你不只我 一开始这个影声的时候 我是朝着演员的方向去 是哦 对 然后那个时候我想说 哎呀 我怎么可以对我今天准备呢 我都可以在随便 我参加先进去再讲 可是尝试了演技跟准时两天 结果我发现 哎 主持好像更适合我一点 主持我可以把我的idea 放进演语当中 然后让我的嘉宾呢 我感觉到是很紧张 这是我想做的事情 因为 主持跟银鸡跟跳舞啊 是在展现的事情 嗯 我现在在展现给你的人 对 我觉得这就是 我为什么个人比较喜欢主持 因为主持可以让我做自己 我可以好好好 我吃一块也能吃 有两个的套银 啊 啊